小關心小數在長方對外公佈 國家在邊境減減出十一倍 美國淨口可以投入農業殘留超過標準 加起來在 加起來有一百七十四檔 如果今年到現在已經減出三十三倍 小數已經有法公文 美國在台協會要求無合格最少要減停淨口 現在也要求AIT高貴成功進展要提出實驗 台灣人可以投入大部分都在外國淨口 不過是由數字以公佈最新變境減減無合格的實驗 為美國來的營土還有一次減到 這次總共有十一倍淨口的營土危機 淨口的公司是金國和利家沒有約這兩間 都有超標的營土 總共有174檔 就要退回這是消費 為了北京淨口食品的安全 使用數占對美國園區的營土 提出三大換作的措施 除了四間園區的製作上 占停淨口一個月 而且法文向美國在台協會兩次 按規定要在高貴成功進展提出水平 也當保護法文向國內所有進出口的公會 會進口一百台灣的產品都要符合國內的法規 會讓使用數這麼大動作提出反省 就是因為美國營土邊境創業的結果 甚至出現危機的徵性 而且還不改善 今年以來累計已經有四間製作上的營土 包涉出的婚姻安 不分作跟獨棠糾正這些農藥 這在台灣都是危機的 今年以來來到危機的 累計已經有33倍 土部專家說這三種農藥的特性不大 對人體不正是沒有體驗的政績 是這拜訪國內賣水果的犯案 申請說在進回進前 都會靠近水果的感受符合規定 比如說我們的中盤商 然後請他跟貿易商確認說 我們也是希望我們自己的消費者吃到的是安全的 因為畢竟我們自己也會吃到 不過也有其他賣水果的申請說 為美國來的營土還有一次出問題 在期待的渣聽別營土 不過美國營土 親在團出有金融的農業 這跟美影響賓賓賓的議員要要觀察 繼續從合佈的